找到自己的定位 我們到底希望成為一個什麼樣子的學校 各位有想法嗎 這點往往應該是校長想 連我們老師其實想了也沒有用 但是我會去想 為什麼因為我看到很多問題 所以我去想 想了呢 我記得我大概在2003年就已經開始自己架網站寫網字了 2007年我就把全部 改到wikidot上面繼續寫網字 然後呢現在我wikidot的換鏡子 我現在全部都改成寫電子書 所以我有這個習慣 不斷的 去寫 寫一些東西 因為看到這一點所以就不斷的寫很多網字 在講有關於 大學 的問題 因為我看到這些現象所以我開始 覺得這些問題 很嚴重 所以我必須要講出來 我甚至呢 寫公開信給校長 但是呢 結果我們待會再說 我反對的事情是 一個重要的事情是 學校他只用論文來評鑑老師 然後呢 要大家 寫一大堆沒用的論文 那 認真教書的老師呢 就會 沒有寫論文 被檢討 檢討不是只是檢討 檢討而已喔 在很多學校 其實我們已經看過很慘烈的狀況 我們知道 如果 我們學校也這樣 下去的話呢 那 那 會很嚴重 因為你 不寫論文的老師 最後會被開除 OK 那所以 我們 就要反省一件事情 寫論文是為什麼 大學老師到底應該做什麼事 什麼事情 是真的一個大學老師應該做的 當然 大學 是大學 所以 他的大 大在哪裡 不是他的地很大 大的原因是 他無所不包 什麼事情在大學裡面 沒有禁忌 什麼事情在大學裡面 你都可以分開討論 所以各位如果對我們的歷史 有點興趣 你會看到 中國的第一所大學 不是第一所 其實不是第一所 但是呢 第一所 引人注目 造成重要影響大學 是哪一所 大約在 新潮末年 到民國出年 到民國出年 還在 孫中山 蔣東正的時代 那時候 國民黨還在大陸 第一所 第一所 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大學 是北京大學 北京大學 原本是什麼大學 原本是清朝來 讓那些 頑固的 官家子弟 念書的地方 後來 有一位 很 值得 尊敬的校長 被聘進來 他從北京大學開始 做了一系列的改革 實現了 他的教育理想 那個校長 叫蔡元培 蔡元培到底做了什麼事呢 因為 原本北京大學是那些 頑固子弟 為了要鍍金 然後去做官的地方 但是呢 蔡元培進去之後呢 他把 整個風氣都改掉 他 邀請很多 各種不同立場的學者 來北京大學教書 包含像 胡適 胡適是比較 屬於傳統典型的學者 再來呢 魯迅 OK 還有 很多很多 你會看到 後來 國民黨的 國民黨的 中間的那些 學術的人 跟 民進黨的那些 比較學術的人 不是民進黨 我講說 共產黨 那些比較學術的人 他們 其實 最後 最早最早 最早的交際 是 北京大學 所以從北京大學 他出發之後 整個風氣 完全被蔡元培改變 從此北京大學要上世界舞台 變成一所重要的大學 那個時代 比我們現在更糟 為什麼 那時代有軍閥 蔡元培是要在軍閥的地盤 去做這樣的改變 甚至那時候還有很嚴重的學運 軍閥還會跟學生 有關係 所以 他在 軍閥的 地盤底下 竟然 搞出了一個 非常 多元 非常民主自由的一個環境 這衍生了後來 整個 風起雲湧的 中國的學運 中國的 革命 然後呢 思想 百家爭壘 在一個很混亂的狀態之下 還是能思想百家爭壘 這是 北大重要的地方 絕對 不是因為 北大 的人 寫了多少用語 所以再回到我們的 網路 我現在有點 時空交錯 我現在已經搞不清楚 到底 現在是哪個朝代 我為了宣傳這樣的東西 所以我一直加好友 而且 有人加好友 我都來著不去 全部 加入 所以呢 我宣傳 說這樣的制度對學生有害 對老師也有害 當然最後我的反對 我寫的公開信 給校長的東西 給學校的東西 這不意外 一點都不意外 有效才是意外 學校的高層其實他們並不想面對這些事情 相反的 他們想要學習 台 陳 清 教 我說台大 陳大 清大 教大 做 然後 繼續用論文來評價 老師 所以當 校務討論區 成立的時候 我已經有2000多個好友 接著 接著我花了 我花了三天 把所有警察好友加入校務討論區 然後那時候Facebook還有搜尋功能 最近我找這個好像 好像沒有注意到這個功能還在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知道 那時候還有搜尋功能 所以我就利用搜尋功能搜尋 大學市 金門大學 或金門技術學院 因為我們有 兩個時期 把他全部加進 有一千多個會員 好 那現在呢 我們的社團有 人也有 但是 要做些什麼呢 好 這時候不用擔心 諸羅基公園裡面 有一個經典的台詞 這台詞是什麼呢 生命 會尋找自己的出入 所以 事實上呢 網路社群他也會 尋找自己的出入 你 不能夠 強硬的去控制網路社群 因為 裡面 是人 而不是機器 如果你強硬的控制網路社群 那那個社群 其實 通常人家不會願意來 但是呢 一旦一個網路社群已經成立了 你覺得 他已經 發生了一些 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這時候你該怎麼辦 這一點 要是 我想談 那這讓我想起 馬總統好像 有一陣子 他任命那個王建軒當 行政 當那個監察院長 他任命的時候他就講 跟王建軒開玩笑 說 當這項 任命案發布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 我就完全無法掌控 那 網路社群 通常 也是這樣 所以後來 那一年 第一年成立的時候 可以說是 金門大學校 討論區的元年 那 這一年呢 發生了很多很多 事情 那整個學校呢 風波不斷 而且 每個風波 幾乎都是 從討論區上面 開始 什麼風波呢 第一個是 新任 學生會長的選舉 最近我們學校又在開始選 新任的 學生會長 好像已經結束了吧 誰當選 不知道 5月29號投票 所以應該結束 那就是那個時候 大約可能3月左右吧 我記得我成立社團大概是2月底 3月初 OK 所以新任學生會長的選舉呢 大家就發現說有這個平台可以利用 各種的文宣啊 什麼之類的都進來啊 然後呢 開始 不斷的造勢 而且那一屆競爭很激烈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一屆競爭很激烈 但是 跟今年比起來 那一屆競爭的激烈很多很多 雖然只有兩組人嘛 但是 他的 他的 所以 過程當中甚至也有上電視新聞 好 那這個 過程當中呢 竟然會有 黑海 危險 恐嚇 有沒有發生 衝突事件說真的我不曉得 但是 我們在網路上就看到了 這樣的情況 而且在整個 理工大樓 和那個系上都看到這樣的情況 好 那 那時候呢 就任的學生會長 就原任的學生會長呢 他 也因為我一直宣揚 這些事情的關係 所以 我們竟然連上的關係 我們系上也有同學是在學生會做事 他就 透過他呢 我就跟學生會長認識 認識 那認識之後呢 他也大概都聽過我的 演講 知道我的理念 那有 有些 很多東西他可能也認同的 那所以那時候其實他們 怎麼講 就是 你會發現當 一個學校 有人 開始 以 自己的 立場 自己的情緒 自己的想法 不斷地去掀揚的時候 這個學校 漸漸的他起了一些改變 什麼改變 他現在心態有改變 今天 我們前任的 學生 是什麼 學生議會的會長 沒有嗎 OK 那 各位應該認識吧 所以你們可以感覺到那個改變 改變是什麼 你會看到說 OK 我們的心態改變了 為什麼呢 一件事是 我們不再 一直用正面的角度 去看 學校的事情 因為我這樣講 所以 開始 不少人 開始 對學校 背後到底 怎麼運作 裡面有哪些不合理的事情 有哪些不合理的規定 開始產生了一些質疑 一些興趣 一些挑戰 那這時候 就 整個學校就開始 崇起零有 也是因為 這個原因 那 後來呢 就任的學生會長認為 學校高層干涉到 他們選舉的自治 或學生會的自治 所以他們後來拍攝了一段影片 我不知道三年級的同學有可能看過 那那個影片呢 就是 一排 學生會的幹部 全部坐在 椅子上 然後呢 他們發表了一些 他們的 他們的想法 然後 最後呢 聽到一聲 啪 很大一聲 那 我們都嚇了一跳 因為最後那個 很大聲 那 喔 其實 我在寫這份文件的時候呢 原本我這邊是寫學務處 然後這邊我是寫摔東西 但是呢 舊任會長 這時候就facebook給我 他說 老師 你的投影片有物 所謂的 干涉的人 不是學務處 而是 學校 高層的某個人 但是我不能說是誰 那 也不是 也不是摔東西 他說他沒有摔東西 他是拍桌子 OK 所以我就把它更正 是 學校高層 拍桌子 好 那那時候呢 有兩 兩位 其實是我們系上的同學 最後 不是 不是兩位都是 一位也是 那 跟另外一個系的同學 搭配一組 然後呢 他們原本就是學生會的 成員 然後 他們出來進學生會長 那另外有一組呢 是 自己跳出來進學會長 那另外那組 其實沒有學生 原本不在學生會裡面的人 那當然就是會比較弱勢一點 但是呢 他們 很成功的運用了 網路和媒體 推動一個叫做 環我酒吧的運動 他成功的拉台的聲勢 有沒有人還記得環我酒吧 98是什麼 公主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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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那個 啊 我們牢基法規定 每小時至少要98塊 才能夠符合牢基法下線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在金門 其實在台灣 我話也是這樣 就是 很多 的商店或者是之類的戶主 其實他 沒有給到98塊 每小時 所以 那組學生會就利用這個議題 然後呢 開始 開始提出他的政見 退出環我酒吧 然後去拉台這個聲勢 當然也不只是拉台聲勢 他 也真的是看到 這樣的議題是重要的 OK 後來他們就 甚至那個電視 都有採訪到他們 也有播出來 那 他們 生事 起來之後 就真的打敗了原本 學生會單門幹部的另外一組候選 變成 學生會長 和 部會長 還有 相關的幹部 也是他們組成 好 那學生會選舉就這樣玩 但是 很多事情 都還沒結束 在 資工系呢 這個各位應該都有印象 在場的同學應該都有印象 一年級可能不太有印象 因為 某個老師我不能說誰 那就是 轉到電子戲去 跟電子戲產生了一些 紛擾 這個紛擾一直到現在 後遺症都還在 那 那產生這些紛擾 的 時候其實是因為 那時候我看到 那個 老師有找我去聊 那 那 那因為他非常的尾音啊 因為 各位知道 其實 我們大學的老師 現在分的等級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有哪些等級呢 本來有 鄭教授是最高等的 再是副教授 再是助理教授 像我就是助理教授 那 問題是 現在除了助理教授以外 往下 其實還有等級 往下其實本來學校就有一個編制叫做講師 但是各位有在我們學校 至少我們系上 資工系看到有講師的職務嗎 沒有 有啦 有是兼任老師啦 兼任老師 專任的呢 通通都是 助理教授以上 為什麼沒有講師呢 因為 講師通常是不具博士學位的人 所擔任 在我們現在的體制之下 如果你不去博士學位 你會被扣分的 所以 每個系就盡量都不要再聘講師了 除了很久以前 有的以外 現在都不要聘 所以你看不到 幾乎看不到講師有的就是很久以前 就是繼續一直做下來的講師 喔 那 沒有講師他還是要聘老師啊 新的老師那 那應該怎麼叫 新的老師我們學校的聘訪 很多是專案老師 那如果你知道 這個專案老師的背後 是怎麼運作的話 你可能會 學的 怎麼會這樣 那這些專案老師其實他們是 不是 不是 公務員 不是 不是教育部 認為的大學的正式老師 教育部也不會發薪水給他們 那而且呢 他們是一年一聘 而且 只要經費沒了 隨時都可以砍掉 所以他們每天教書都戰戰兢兢的 他們其實都教得很好 我看到我們系上的專案老師 都戰戰兢兢的教得很好 但是 他們是 學術界的最立場 被壓迫了一拳 所以那個老師非常為難 然後呢 我透露了這個訊息之後 西上 就有人開始非常的激動 然後呢 開始 那時候Facebook剛好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就是 那個什麼 活動 然後舉行活動 另外他突然之間又有一個很神奇的東西就是可以在上面投票 最近投票功能我都不知道在哪 那 那他們就用這樣子 開始 串聯 然後 在那個 活動啊 或者社團裡面 發言 那尤其是在 相互討論區裡面 他們也發言 我也發言 那 發言就導致 有些人呢 開始 進入 激動的發言 然後呢 兩個人 激動的發言 就開始 厭論起來了 厭論完之後呢 就變成很激動的辯論 激動辯論 接下來呢就有人開始 沒辦法 克制了 憤怒的發言 那各位知道當你在網路上憤怒的發言的時候呢 往往會引起圍剿對不對 那如果你真的夠憤怒的話就沒有人敢圍剿你了 那這時候呢 還是會有人忍不住跳出來 然後呢 哈拉一下 而且 講出 一些 令人 更激動的話 那這些 這些哈拉的人呢 就引起更憤怒的發言 然後就有人繼續嘴炮 然後 然後 情勢就一發不可收拾 結果 其中一方就失控了 那 當然 我不用講哪一方 因為 因為 各位在場的人應該很多都知道 那 開始失控了 決定 要 到外面用 鼓勵解決 然後就開始 約了 要不要出來 你要不要跟我出來 你要不要跟我出來 我們去聊一聊如何 那我那時候 就開始有點緊張 OK 網路上講講OK的 出去要出冷令 那就不OK了 所以呢 我開始 協調雙方 然後 請大家課制 我告訴 那時候應該是現在三年級的同學 不要跟對方出去 OK 其他年級的 有些我也有講 有些我沒講 我也忘記了 我盡量在每一堂課我都跟他們講 不要跟對方出去 但是呢 結果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有一點小衝突 各位都知道 其中一批人馬 到了宿舍去 圍住一個人 有人知道嗎 後來 教官也到場 然後 最後就是 大事話小 小事話我 這些消息 很多人不知道 OK 我要求大家客製了 恩事我跟學校反應 我跟 我們 高層的 領導人 中層的領導人 高層的領導人 反應 說 我們在網路上 都 對這件事情 已經說道歉 但是 那些 那些 圍住人家 打算 直接用鼓勵解決的那些人 他們最後什麼聲音都沒有 學校 也完全沒有處理 這是怎麼回事 但是 但是 顯然學校不想出 OK 我們拍了一機門棍 忍了 好 從這個經驗上面 我知道 他太了解了 剛好 那個時段 之前 也發生了一件事 什麼事呢 就是 之前 倫敦 曾經 因為網路的關係 突然之間 陷入不政府狀態 人 很多人出去 看到商店 就砸 就搶 就 搬 然後 看到人 就打 搶他的皮包 搶掉了錢 整個倫敦 完全失控 警察完全無法控制 為什麼 因為推特 不知道 什麼原因 倫敦 暴動 而且 所有的證據 都指向 因為推特而起的暴動 如果沒有推特 那場暴動不會那麼嚴重 但是有了推特 整場暴動 變得完全失控 沒有辦法理解 從這件事情開始 我稍微能夠理解 很多暴動跟推特之間的關聯性 OK